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乐乐爹 肚子饿了 咱们现在做晚饭吃吧 今天我要做点米饭吃 先烧点水 等水那个烧开之后 我就用我这个焖烧糊 咱们来做点米饭 这个焖烧糊非常适合一个人吃 只要把水烧开之后 然后里面放点米 然后把它倒进去 大概焖个50分钟吧 50分钟到一个小时就可以吃了 我们先把米放进去 差不多了 够了 够我一个人吃了 好了 这个水已经开了 咱们可以关火了 然后就可以泡米饭了 行 差不多了 这个水差不多了 倒了之后 咱们赶快把这个密封好 保持里面的温度 让它转一圈 让它受热均匀一点 咱们检查一下 有没有密封好 有没有弄水 行 可以了 可以 然后咱们把外盖盖上 然后让它焖20分钟 先焖20分钟 OK 接下来咱们开始烧菜 今天弄一个回锅肉 就很简单 我这买的那个肉片 以及那个蔬菜 咱们用这个回锅肉的调味包 直接放里面煮就行了 直接往里放 非常简单 味道也不错 再把那个水烧开 烧开咱们就放肉放菜 煮熟就行了 这个水开了 咱们往里放肉 马上就这种培根肉 因为它切得很薄嘛 然后非常容易熟 然后也不需要用刀把它切 那一片一片也可以吃 然后咱们再放点肉 放点那个菜 放点青菜 来椰子 嗯 好香 我现在闻到那个 好香的味道 食欲已经被它激起来了 咱们就等那个饭熟了之后 就可以开吃 好的 现在已经焖了20分钟 咱们把它 翻过来 再蒙二十分钟就可以了 这里 再蒙二十分钟 趁那个等饭熟的时间 咱们玩会游戏 时间已经到了 咱们可以开锅吃饭 里面还有气 哇 不错哈 这没饭熟了 你看 完全熟了 嗯 真不错 咱们开吃 先来一块肉 嗯 味道真不错 哇 太香了 所以咱们在床室里面 烧火做饭 也是很方便的 并不需要那个 很多油烟 或者大锅烧油 咱们只需要用那个 焖烧火煮饭 然后用那个调味包 咱们炒菜 就搞定了 吃饱饭了 咱们来玩把游戏吧 还是选那个红毛吧 耶 生龙犬 一招解决 妈 permitted 我叫我 你 嗯 你说 你想 来 云